嘿,大家好,我是元旺 明天就准备正式出发了 今天上午的时候去云海区二院去做一个核酸 正好四十八小时,十二个小时内才能取得出来 这段时间北海开始升温了 天开始有回南天的征兆 我来的还是这个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就是我那天来问的那个医院 今天我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人特别特别多 今天人稍微少了点 就前两天多了 给个这个,这什么东西 分枕卡 这个呢就是网上预约的一套流程 需要都完成了,需要在网上预约 好像没有网上预约的话 在那个有个机器也能预约 走了,咱已经预约完了 十块钱 我要往前走 我以为会很麻烦啊 但是时刻还可以 很简单,就是一个手机就基本上完成了 它也不用限时挂号 就是网上预约就OK了 因为到我这就差不多结束了 没想到这才是一个刚刚的开始 然后这么一圈 在那个地方做核酸 这个地方 我记得上次我的自飞核酸是在那个哈尔滨做的 花了四十多不到五十块钱吧 这次就变十块钱了 我好应该听说哈尔滨有八块钱的核酸 这个是捅嗓子的 不是捅鼻子 下来也就个三五分钟 就到我了,根本没有多远 三个房转后 好 有点像素 你给人家 这样就好了是吧 好 谢谢啊 护士小姐姐真负责 要夸花一顿火了 行了,等着明天求结果吧 明天上午我再来一趟 把它求了就OK了 回家 刚到家 我之前我老把这阳台什么的都给收拾了 这两天的天气呢 基本上就是今天属于这种状态 就是属于今天都下雨 但是这一雨呢 就时不常又下 隔个三五分钟可能就下一会儿 隔个三五分钟可能就下一会儿 时间不长 反正是 这种天吧 就是属于是特别特别潮 其实呢 怎么分辨这个屋也 是不是灰难天 我现在还真的不太好分辨 但是我现在的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三分这个季节 因为气温回升 只要温度一回升 屋里必定是潮的 就只要屋里开窗户 甚至你不开窗户的情况下 他屋里都是会摸着稍微有一些潮湿的 如果说温度起伏比较大的 那屋里可能就是更潮了 像今天还行 没起雾 不是说像前两天起雾的那样恐怖 但是呢 我估计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等我走后呢 气温回升了以后 他就是真的来到了北海的灰难天 其实呢 最严重的重灾区 是我家的这个厕所 卫生间 真的是完全的重灾区啊 大家可以看 这是今天还好一点通风了 看这个镜子就能看到 湿的 全都是湿的 这两天今天还好点 昨天是最为严重的一天 那整个都是水珠 地呢 基本上不干 啥说不干呢 三天前呢 我在这个家里洗了个澡 自从洗完这个澡啊 这个 卫生间里就始终没干过 就是始终是这种超乎乎的这种感觉 地面啊什么的 还有镜子上面全都是水 今天还好点 今天这个温度啊 上涨的不是那么高 可能这个潮气呢 不是那么严重 咱有一个重灾区呢 就是这个厨房 尤其是这个厨房 水汽比较大 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做饭啊什么的 水汽就显得比较大 但是现在还好 反正还是有点 但是我觉得吧 还算是能接受 因为厨房一做饭啊 这个里外温度差啊就有 所以说自然难免的 我们大家看这个地板觉得很脏啊 不是说我们懒不擦这个地板啊 而是说拿这个湿的麻布一擦 擦以后他不干 所以说呢 没办法就是埋太脏也就脏吧 忍着一点吧 等那个出晴天了以后再好好擦一下 你像冬天的时候 我们家基本上是一天一擦地 但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呢 就没办法 没有办法那么擦 其实呢 说句实在话 这个地板啊 脏我都看不下去远的 但是实在没办法 真是不敢擦呀 擦完是这屋里真的丑 其实别的都还行啊 你像这两天这个玻璃啊什么的 都没起雾 至于背后路子炒不炒呢 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大家不炒 因为我家现在开电路子 一点这个潮气感受不出来 其实呢 我是知道大家的想法的 就是呃 绝大多数的大家的想法 都是属于在三亚海南租了六月的房子 等到这个三月份或者是四月份 房子要到期了 准备来北海呃 住个两三个月 但是我个人建议您呢 是三月份是北海的回南天真的是屋子里很潮 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体验过住过 所以说我非常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 但是如果说让我来说北海的回南天我能不能接受 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潮和冷相比来说的话 我还是更能接受潮一些 前段时间降温把屋子里整个都冻透了 所以说呢 需要有阳光天 让你又晒晒屋子里空气流动一下 可能会很舒服一些 如果说空气不流动的话 还是属于冷的一个状态 那你像有些朋友说这个会衣服什么会长毛 这个绝对没有啊 我反正我在这住了两个月 这个衣服什么的到不至于长毛 就是有一点什么 就是三天前我洗的这个衣服 晾了三天都没干 最后还是拿吹风机给吹干的 这是唯独有一点的就是让我受不了的 别的其实还好 好了朋友们 我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次总结北海的天气了 所以说大家就且看且珍惜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呢 就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